起心動念 來 反應 起心動念 無非是業 無非是罪 為什麼 因為起心動念都不知道是原因 還想得什麼 還想消什麼業障 還想什麼 這樣就罪 這樣就業啦 聽我沒有啦 所以這個你如果不知道 地中間你也看沒有啊 起心動念 我現在想等一下要來吃火鍋 我還要造業啊 這樣大家也造業啊 不用做人啊 這樣復工我們來託部也造業 這樣聽我這個意思嘛 起心動念 什麼叫起心動念 就是你起心動念的當下 要知道它是原因 你可以去做 但是不在意 你如果在意的話 有的是罪 有的是業 不是我都不可以想 你就把自己冰著白書 你就存活啊 所以各位 佛法要邏輯化 請各位聽喔 如果佛法的邏輯你聽不通 你覺得這個是對去做 各位 我跟你講 這個叫明信 因為你在明信的當下 假設有一天 不符合你的手求 你一定退轉 很多人學佛退轉是世間法的 沒有辦法順遂而退轉的 各位 你問自己 問別人 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有人都很辛苦喔 會有供應很多喔 有一天有到困境了 就開始想啊 這個道場可能 你不會怪怪喔 本來都不會怪怪 現在開始怪怪喔 啊 就是 要去驚得到 因為那個驚有高升大度 現在下去了啦 去到這種期待了 重新布施了這種期待 期待一定落空嘛 為什麼落空 因為人生本是什麼 無常 因為人生本是無常 這朵花啦 去供這一個佛事啦 有一天這朵花凋謝了 哎呦 這朵花沒有靈驗 所以你看花放了十天 就凋謝 我才舉這個是Stupid的計畫 但是我們眾生就是Stupid 就凋謝 啊 所以這朵花沒有靈驗 現在又去買一瓶喔 又去供養另外一個佛喔 一個佛事喔 佛事也是凋謝 哇 心面子就開始不滿了 怎麼都沒有必要呢 各位 各位 你如果真正懂得邏輯的人 你就買什麼花 去供什麼佛 就一定凋謝啊 就一定凋謝 我心的無障礙 這樣你就從無常進入到什麼常 真常 你進到真常叫常駐法界 所以去到哪裡也是一樣 所以祖師大德說的話不是亂說的 什麼叫學佛 吃飯睡覺 六祖公如果你離開吃飯睡覺 你沒有學佛 各位 你真正不知道六祖壇經 都給它背起來 再註解把它背起來 你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你只有空其名說 我看過六祖壇經 我以為背六祖壇經的一些經文 那是說什麼 電腦比你會背 按下去也出來 一個字沒有漏了 你多厲害喔 現在人的人腦都行圍牙嘛 輸電腦 各位 人腦只有一個贏過電腦 是什麼 就是開悟的決心 只有這點而已啦 你世間法裡面都輸電腦啦 你外交記憶啦 我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啦 我們的可貴就是在這裡 今天我們這麼有幸 六祖壇經的六祖 開啟我們的智慧 這個才叫做百千萬劫蘭昭玉